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最新的韩国电影 这部电影讲的是朝鲜第一鸭子是如何诞生的 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青楼女子并非一间异式 和现在不同,只要有颜值,有身材,闯上功夫过硬 就算其他啥也不会,那么无论在哪都有可能成为头牌 然而古代的青楼都是名流官幻,风雅才子的社交场所 算得上是上流社会,附庸风雅的地方 青楼女子也必须对琴棋书画略知一二 至于唱歌跳舞那是必备的技能,这样才能得到客人的喜爱 而且古代的青楼和现在不一样 很多客人或许是仕途受挫,或是商场失忆 来到青楼喝喝小酒,听听小曲 看看舞蹈能得到些许安慰,不完全是为了生命上的发现 许仙从小在鸡房中出生,她的母亲早已过世 而鸡房的老板和许仙的母亲是旧相识 所以把许仙养大,被许仙称为红仪 许仙从小在妓房长大,每天好吃懒做不误正夜 时不时还会去挑逗一些妓房里的女妓生 让红仪非常不满 这天,许仙在房间内帮一个女妓生画画 画着画着,许仙就开始挑逗女妓生 而这一幕被红仪看到,神奇的红仪将许仙赶出了妓房 被赶得许仙在外四处溜达 不料在郊外居然遇到了一个浑身赤裸拉里拉搭的男子 自称龟甲道人 本是山上修道的道士 结果遇到了山贼被洗劫一空 龟甲一步步逼近许仙 许仙被吓得连忙后退 许仙只能将自己衣服给了龟甲 并带她去吃了饭 没想到两个人聊了几句之后 居然发现各自很对对方的胃口 许仙看着龟甲,亲礼冒出了好主意 许仙将龟甲带回了机房 说她是自己带来的客人 两人在机房好一顿消费 光女机生就叫了好几个 又叫了一大桌好菜 让女机生们陪酒的陪酒 弹琴的弹琴 另一边红仪由于欠了很多钱 被威胁 如果到月底还不上钱 就会强制收走机房 那时候机房中的姑娘们会面临被买的处境 许仙带着龟甲喝多了酒 正好撞到此时无处发现怒气的红仪 于是二人被红仪绑在院子中好一顿收拾 就在这时 一个奇怪的客人走进了机房 红仪连忙派出了手下的女机生去招呼客人 并把许仙和龟甲关进了柴房 可奇怪的是 刚来的这位客人一直在找茬 要么说食物不合口味 要么就嫌弃女机生 装太浓 下巴太筋 总之不满意 许仙知道之后就让姐妹们叫来红仪 她向红仪推荐了自己 需要红仪能同意 让她进去试试 红仪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让许仙进入客人的房间 但也威胁许仙 不许做坏事 否则要许仙和龟甲好看 没成像 许仙这一进房很久都没出来 客房的客人也在接连不断的叫酒 帮红仪赚了不少钱 送走客人之后 红仪非常疑惑 连忙询问许仙原因 许仙遗后 红仪做了这么久的机房生意 竟然没有看出这位客人是女人 原来在客人进入机房的那一刻 许仙通过客人的眼神 就已经发现客人其实是女扮男装的女人 根据他的判断 客人应该是进了猎女堂的守节寡妇 长夜慢慢无心睡眠 女人也没有合适的喝酒场所 也没有朋友 这才女扮男装来喝酒 而机房是极其隐秘的场所 正是喝酒发现的好地方 在古代朝鲜 有很多这样的守节女子存在 目的就是让自己名字能进入猎女堂 可是生理的需求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住 在第一个女客人的宣传下 机房内有男气生的消息 便传遍了猎女堂 于是许仙找上红仪和红仪商量好了 利益分配之后正式上岗 成为朝鲜第一男气生 许仙是标准的小鲜肉 但眼神中又充满了魅惑之情 有那种与世俗隔离开来的感觉 加上嘴巴甜口才好 会说很多甜言蜜语 会弹琴会画画 吸引了无数女客人 我们来看看许仙是如何挑逗女客人的 女客人对许仙说 我想在梦中遇到你 许仙告诉客人 别想了不会发生那种事情 女客人一下不高兴了 问许仙为什么 许仙反问女客人 你不是因为想我亦不能媚吗 这段位真的高 一下子哄得女客人喜笑颜开 很快许仙为红仪和自己赚了不少钱 每天将自己打扮成贵族的样子 带着一群女寄生 招摇过世 一直风光无量 这天许仙邂逅了一名叫素贞的女子 许仙对正在打狮子的素贞 一见钟情 从此不可自拔 素贞本是名闻望族 如花般明媚 可惜哥哥多年来 一直未考取公民 素贞也只能守在哥哥身边 哪怕已错过婚期 也无愿地等待哥哥考取公民之后 再考虑个人问题 许仙再一次在寺庙偶遇素贞 不得不说 许仙在搭讪女人方面真是有一套 来看看许仙怎么搭讪素贞的吧 许仙走上前对素贞说 实在难以分辨 你是花 抑或花是你 还记得我吗 我是许仙 素贞礼貌地回复 许仙你好 许仙笑着说 花竟然在说话 然而就在许仙认为自己成功搭讪到素贞的时候 一个贵族伴向的男子 来到二人面前和素贞打招呼 此人名叫柳仙 同样是名门贵族官换之后 从气势上 祭房出身的许仙 当然比不上 无奈许仙只能回溜溜地离开 然而许仙并没有放弃追求素贞 依然每天和素贞见面 还把自己编造成一个知识渊博的名门贵族 想获得素贞的芳心 而此时祭房的生意也越来越好 要求许仙陪的女客人也越来越多 许仙没有办法 只能让所有女客人聚集在一起 为她们表演歌舞 陪她们喝酒 可见那时的朝鲜女性的身世有多凄惨 老公有了新欢 自然忘记救人 然而为了获得猎女的名号 进入猎女堂 只能将自己的欲望苦苦强忍着 许仙的出现正好弥补了她们内心的空虚 在许仙名气逐渐放大之后 开始有了新的男计生的加入 此时许仙已经不在乎是否有人抢她的风头 她为了追求素贞 开始一心一意 攻读诗书 准备考取公民 二人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相互之间生出了些许情愫 故事的高潮有祭房的一个女计生营巴 此女计生本是祭房内最小的服务员 被大家称为老妖 和许仙的关系很好 老妖为了相公能考取公民 甘愿在祭房里当服务员 使今碎时成为女计生 只能相公功成名就 回来将自己接走 然而相公考取公民之后 完全忘记老妖的存在 这让老妖伤心欲绝 遂上吊自尽 而另一边 柳仙也向素贞求婚 而素贞则用哥哥出人头地之前 我不能成婚 这样的借口拒绝了柳仙 柳仙知道 素贞是因为许仙的原因才拒绝了她 所以柳仙很快派出手下调查 并知道了许仙 其实就是祭房的一个男计生而已 得知老妖自尽的消息 许仙愤怒地来到了猎女堂前 一把火点了这里 许仙背对着所有人 猎女堂的猎女们大骂许仙 然而当许仙转过头之后 大部分猎女都不说话了 因为他们是许仙的常客 什么猎女堂 不过是披着真结的美名 强迫女子忍耐 就是让他们戴上走劫这样的枷锁 不过熬死的尖霸了 许仙狠狠抨击了封建的朝鲜社会 男人可以三七四七年华惹草 而女人却为了一个猎女的名号 只能从一耳中守身如玉 我像我的老娘和老妖 还有你们所有的女人谢罪 随后 刘仙带着素贞来到了猎女堂 素贞也知道了 许仙是男计生的事情 然而他不忍心 许仙就这样被刘仙杀掉 为许仙求情 希望刘仙放她一马 随后 所有的高官贵族 开始为了如何处理许仙的事情 展开了讨论 没想到的是 在场的所有人的妻妾或是女儿 居然都经常出入祭坊 和许仙游染 他们最终决定 将许仙这件事大势化小 刘仙再次向素贞求婚 并表示素贞想让她等多久 她就继续等多久 最终素贞无奈之下 只能答应了刘仙的求婚 而许仙则被红衣归家等人 救出了牢房 在影片最后 已经上了岁数的 还有找到的许仙 然而二人并没有见面 或许 一段错过的爱情 还是让她错过 才是最好的结局 影片前期的铺垫太过冗长 导致结尾的感情转变 有些脱节 演员们的颜值 还算比较高 总体来说 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一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一部电影再见